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所以這顆球不只是弱點理想 加上雷上的跑者都有速度 所以打在這個位置 掉兩分是正常的 當然第三分的話就要考慮著回傳球 以及轉傳者的一個傳球的功力 當然這顆球若是有辦法直接傳到捕手 李宗盛的手套裡面 或許還有一點機會 但是傳了一個彈跳 這樣捕手沒有辦法把球給掌握到的一個狀況下面 那就是形成一隻青雷的暗大 這個轉傳呢 事實上也沒有耽誤太多時間 但是就是這個第二傳球呢 是沒有辦法